第六十二集 张师兄见师妹连最宝贝的刚心目刺都贡献出来了,也不敢藏私,连忙加码道。 还有,在下刚刚摘下的灵珠爵,也送给影师弟一表谢意。 如果不是为了这猪灵药,他们也不会招惹上这些蜘蛛啊。 猪猪听见灵珠爵三个字,便两眼发亮。 银子张终于点了点头,稍稍解慢拨云缩的速度,扬声让他们过来。 猪猪示意小猪喷火,一道赤红的烈焰直指五人所站的方向,挡路的蜘蛛被吓得连连怪叫着向两边急闪,露出中间一条轰荡荡的通道。 烈焰一闪即逝,傅容杰等几人只觉得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直冲面前,脚下一软,几乎跪倒在地。 火焰带着无法形容的热度,似乎随时可以将他们的身体灵魂烧成一片虚无。 虽然火焰眨眼并消失了,可是那种绝望恐怖的感觉深深地印在他们心上。 他们从未把猪猪这一只灵兽放在心上,只将它当成一个笑话,此刻他们的心态却彻底扭转成惊恐与卑微。 他们五个人合在一起,也抵挡不住这灵兽小小的一口火吧。 难怪那些四街大蜘蛛会被吓成这样。 银子张调转波云梭对猪猪道, 让小猪喷火开落,我让那几个人断号。 猪猪呜了一声,摸了摸小猪道, 嗯,靠你啦。 心中却暗暗吩咐小猪,不要全力施展,吓跑那些蜘蛛便好。 小猪斗志昂扬跳到波云梭尾端,抬头挺胸,呼的再次喷出一道火柱,将前面的蜘蛛吓得到处乱窜, 银子张催动波云梭往前冲去。 附荣杰等五人靠着钢材小猪喷火清扫出的道路,飞快地跑到波云梭后, 再见小猪在前喷火开路,知道这次压队宝了,多半可以摆脱这些要命的蜘蛛。 心里一阵轻松。 另外三个统杖派的修士,很自觉地转身对抗,穷追不舍的大蜘蛛一行人边打边退, 慢慢地接近蜘蛛群包围圈的边缘。 银子张一边施法驱动波云梭带路,一边对傅容杰及张师兄道, 两位的东西呢? 傅容杰满面喜悦,顿时僵住,很快挤出一个妩媚可人的笑容,无辜道。 尹师兄何必这么着急呢?莫非怕小师妹赖账? 如果他平日对师兄弟们这么一笑,对方就是铁石心肠,也会软下几分, 拉不下脸来与他计较。 不过他性子骄傲,也不屑轻易对男子夹以此色。 银子张年轻俊美,刚才出手不凡,傅容杰才愿意如此委屈自己。 张师兄也极不舍得那颗灵珠绝,干脆装傻,指望师妹的美人际奏向。 可惜他们太不了解银子张了,他平日就算是面对野燕妖媚无双的三师姐石影绿, 也是习惯性地摆出一张死人脸。 傅容杰与十样绿相比,级别还太低。 要么东西给我,要么就此别过。 银子张连眉头都没动一下,冰冷冷道。 傅容杰没想到,自己当着几个同门牺牲色相,对方竟然仍是这么不给面子。 又羞又恼,一张翘脸,仗得通红。 从储物袋中摸出装了刚新木刺的盒子,看也不看,直接扔了过去。 张师兄不得已,也忍痛将装着灵珠绝的盒子,抛给银子张。 银子张伸手接住,一神石扫过无物,便随手塞给猪猪收起。 仗着小猪的烈火之威,他们一路急冲,终于脱离包围圈。 统胀派五人损失惨重,虽然脱险,脸色都不太好看,见再无危险,一言不发,掉头就走。 待各自走远,傅容杰气哼哼道, 哼,我们辛苦一场,没想到白白便宜了圣旨派两个小贼。 张师兄阴着脸哼笑道, 也要他们当得起。 这分明是话里有话呀,傅容杰精神一阵道,师兄何出此言? 那些蜘蛛为何死缠入我们不放,我们不过杀了一只他们的同类, 甚至派两个小贼仗着那灵兽的厉害,至少杀了叶达不止吧。 这些畜生哪里知道报什么仇呢? 不过,是想夺回灵珠爵罢了。 我将灵珠爵给他们时,做了个小手脚,拨了灵珠爵成一片叶子,碾碎在玉盒上。 有这味道,就算他们走出百石里,也逃不惯那些畜生的最终,到时候麻烦的就是他们了。 张师兄越说越得意,沮丧之情一扫而空,哈哈大笑起来。 旁边李师兄却并不像他这么乐观。 那丑女身边的妖手太过厉害,就算那些畜生追上他们,也奈何不得。 张师兄哼道。 一般的四截妖猪,自然奈何不得。 你忘记湖边那边传来的威丫。 五截妖手。 其余几个同门听他这么一说,都想起这茬儿,纷纷变色。 傅容杰口中的毕师弟师声道。 不是说,这断仙谷内的妖兽,都不会超过四截吗? 五截妖兽实力相当于杰丹七修士,而且开启灵制,根本不是他们可以匹敌的。 如果这断仙谷中有这样的怪物存在,他们简直就是给人送菜的。 张师兄重重地呸了一声道。 师父听闻破产牌,拿出天经如意做奖品,就这得他们存心不良。 想对付圣旨派,没想到他们这么赌。 只是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手段。 多半是想将圣旨派几个小贼统统弄死在这儿。 一直没有发话的陶师兄终于忍不住了。 那我们怎么办呢? 张师兄皱了皱眉头道。 这趟浑水我们趟不得,马上回去西面,去聚集我们的人。 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再不要到中兴湖这一带来了。 横竖这回又升之快垫底,实在不行,我们就撕了俘虏离开。 五戒妖兽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 留得青山在,不愁没柴首。 傅容杰等几个人面面相去,也无话可说了。 银子张带着猪猪走了好一段,猪猪忽然道。 有些不妥,那些蜘蛛一直跟在后面,可能不舍得这灵猪绝,可惜二师兄不在。 怎么? 猪猪为什么忽然提起那个阴险的家伙? 他在又有什么用,能比我厉害吗? 银子张心里有些不爽。 我记得裴师兄说过,段仙谷中心湖附近有一个小石谷,如果二师兄帮忙布阵,我们正好把蜘蛛都引进去,然后一只一只收拾了。 有那么多次接蜘蛛,我们今次一定能赢。 猪猪很希望尽快搞定这些蜘蛛,然后撕裂扶转,离开这个古怪的地方。 猪猪越说越开心,忽然后方传来一阵阴风吹来,大蜘蛛身上那股令人毛骨悚然的腥臭气味,随风而至。 猪猪若有所觉,扭头去看。 远处草坡的尽头,密密麻麻一条黑线,全是巨大的妖猪。 当先一只妖猪,乌黑的身体,泛着一种独特的银色光泽。 虽然个头比起其他妖猪并不突出,但是那种王者气势足以说明一切。 其他蜘蛛在他面前都高高的曲起长脚,将身体尽可能的往地面贴去。 姿态无比驯服谦卑,没有半点之前围攻他们时的凶猛狂躁。 银子章也察觉到不妥,静静地看了那银黑蜘蛛一眼,深深地吸一口气道。 五街妖猪? 虽然他们心里早就有了最坏打算,真正撞上还是觉得十分震撼。 若给一会儿行事不对,你就撕了俘虏出去,不要犹豫。 银子章知道,这只五街妖猪难对付,事先对猪猪交代道。 猪猪颤声道,那你呢? 银子章敲了他的脑袋一下。 蠢猪,打不过我还不会跑吗? 猪猪抱紧小猪,我让小猪去烧死他。 银子章斜眼道。 五街妖猪相当于结单气修饰,他行吗? 万一他被这妖猪吃了,你哭都没地方哭去。 猪猪摸了摸,软绵绵,毛茸茸,看起来没有半分气势的小猪,心里也有些打鼓。 不过,他想起书上关于火灵的种种描述,还有师父说过小猪跟他合体,能够达到相当于猿鹰后期修饰的修为。 他单独一个,再怎么差,也至少能顶一个猿鹰修饰吧。 这些事,他不能跟银子章细说,只能咬着嘴唇坚持到。 他可以的。 两人说着话,大蜘蛛们也在逐渐逼近,黑压压一大片,至少有上千只。 蜘蛛脚划过草丛的沙沙绳,蜘蛛之间肢节摩擦碰击的咔咔声,透出死亡与灭杀一切的可怕气息。 这些大蜘蛛中至少有过半数是四阶妖兽。 这样的妖蛛大军,就算杰丹七修饰遇上,也只有望风而逃的份。 银子章将猪猪拖近一些,他的眼睛有始至终只注视着蜘蛛大军中的王者,秦贼先秦王。 只要能够解决这最大的祸患,其他没有灵智的四阶妖兽,对于他与猪猪而言不足为患。 猪猪放出八面金雀瓶,银子章也将波云梭抛了出来。 只等妖猪再接近一点,他们就放小猪冲上前去喷火烧猪王,能够得手是最好。 如果不成,也能争取些时间逃命。 他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,但还没有盲目自信到认为自己接近银鸡中期的修为,足以在众多四阶妖猪虎视眈眈之下挑战五阶猪王。 更何况猪猪就在一旁,他不想因为自己过于冒险拖大,令他陷入险境。 双方的距离迅速地由几十丈缩减到十丈,恶战一触即发。 忽然,蜘蛛大军左右两侧队伍剧烈地骚动起来,中间夹杂着或熟悉或陌生的惊呼叫骂之声。 竟然,有两伙人差不多同时冲向蜘蛛大军的队伍,他们身后无一例外的有大批妖兽穷追猛感。 地缠上,姬幽谷,石硬绿等同盟赫然也混杂在这两伙人之中,甚至还有刚刚分开不久的统杖派五个修士。 追在他们身后的大部分是四阶妖兽,奇形怪状什么品种都有,一只只面目猙獰张牙舞爪,时刻准备着责任而逝。 也难怪他们明明看到前面是一大群四阶妖猪,也不管不顾地照冲过来,实在是无路可逃了。 如果能让追赶他们的妖兽与前面的妖猪厮杀混战一场,说不定他们还有逃出生天的机会。 石硬绿眼间,远远看到尹珠二人当场大声招呼起来。 在这种情况下相遇,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 两伙人中还有好些另外三派的弟子,除了统杖派五人,还有上师派的六个助击期精英弟子。 不过,破禅派这次与会的十个助击期修士只见其三,最厉害的那三个精英弟子都不在其中。 混乱之中,猪猪与银子张也来不及与同门多说,猪猪抱起小猪就是一团烈焰喷出。 当下从妖猪队伍中烧出一条通道,旅馋上等圣志派同门第一次见小猪喷火的威势,都被吓了一跳。 随即反应过来,赶紧趁机冲上前来与猪猪与银子张会合。 本集播讲完毕,欢迎继续收听。